大核报大核客户端记者张波张亚敏。 6月5日,郑州一名实习驾驶员,冒雨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,说是雨刷器损坏看不清路面。 为了安全起见,民警先将该车带出雨区,到收费站后,经试用,雨刷器竟然是完好的,原来是司机竟然不知道雨刷器的开关在哪里。 提笑皆非之余,民警已法对司机做出了罚款200元,驾驶政绩6分的处罚。 当日下午17时许,河南省高速交警纵队三支对民警袁天顺,辅警力会驾驶警车巡逻至京港澳高速579公里西半幅,突然发现一辆郑州号台白色50面包车停在路边,车后没有设置警示标志。 当时天空正下着大雨,路面实现模糊,此时停车急易诱发交通事故。 民警急忙停车查看情况。 司机毛某说,车辆雨刷器损坏,雨太大,他看不清路面,不得不停车,准备等雨停了再走。 民警下车半分钟不到,警服就已经被雨水淋透,为了安全起见,民警顾不上多说,马上决定,让毛某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,开车跟在警车后面,警车开启警灯,拉响警报,靠边带着毛某先走出雨区再说。 十多分钟后,民警将面包车带至卫会收费站安全地带,现场一操作,面包车的雨刷器,竟然可以使用。 民警询问得知,原来,毛某刚取得驾驶证才几个月,对车辆状况又不熟悉,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雨刷器的开关。 民警手把手给毛某示范了雨刷器的操作,并对其安全意识但莫给予了批评,随后,依法对其违法停车的行为,做出了罚款200元,驾驶政绩6分的处理。